Minecraft 1.5版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Minecraft的1.5版已經正式更新了 那這版本最大的重點就是蜜蜂 所以接下來應該就是只有蜜蜂的世界了吧 那蜜蜂呢,到底它的產蜜效率有多高 一天一隻蜜蜂可以產多少花蜜呢 我們今天會來試試看 那這邊花蜜就會變成蜂蜜啦 我們做一個裝置 這個地方就是很可憐 這邊只有一隻蜜蜂可以住進去 然後它這個洞口朝向這邊 它只會塞在一個小洞裡面 那外面有一朵花,它只能採這朵花 那這個非常可憐的裝置呢 這邊做一個機關,這邊會自動裝它的蜂蜜 這邊有所有的瓶子 然後這個蜜蜂要裝5次 蜜蜂要把花蜜放5次進去之後才會產生蜂蜜 那這個蜂蜜呢5次之後呢會自動有觸發這個訊號 然後來把這個蜂蜜裝到玻璃瓶 裝好之後呢會掉到這個漏斗裡面 所以這是一個自動的裝置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一天 一整天,完整的一整天 到底會產多少罐的蜜蜂呢 那我就先睡覺起來 睡覺起來的時間會是0點開始 遊戲時間裡面是00 那我們這時候把蜂蜜放進去 OK,然後現在就來開始產花蜜了 可以來看一下我們現在的時間 目前時間是238 那這個是24000 就是一整天過完就會變成00000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一整天這個小蜜蜂 到底可以產多少罐的蜂蜜呢 大家可以猜猜看 我覺得它這個蜂蜜進炒之後 是要一段時間冷卻的 沒有這麼快 我猜大概 4罐 有那麼少嗎 4、5罐 不知道耶 大家覺得會有幾罐 我大概猜8罐好了 一整天是限時時間的20分鐘喔 20分鐘內 這個蜜蜂到底可以產多少花蜜呢 我們就稍微等待一下 看一下到底有多少呢 好的這邊時間差不多了 這個時間到2400之後呢 就要過了一天 過一整天呢 蜜蜂到底能採多少的蜂蜜呢 剛聽到這個蒐集了最後一罐的感覺 那時間差不多了 這個蜜蜂還在工作 但是 來不及囉 來不及再採下一次的花蜜了 那 稍微在這邊做一個結算吧 來看一下 到底可以獲得幾罐 登登 一、一罐 蛤 一罐 只有一罐 真的假的 一整天 才收集一罐 這麼慢喔 不會吧 20分鐘耶 遊戲時間 不是 現時時間20分鐘 居然只能收集一罐 一隻蜜蜂要收集五次花蜜 然後只能收集一罐 所以它大概4分鐘可以收一次喔 4分鐘會再冒出來一次 然後再採一次花蜜 只有一罐耶 好難喔 人生好難 不是 想要靠蜜蜂活下去很難 只有一隻蜜蜂的話 你一整天就只能喝一罐蜜蜂 雖然這個飽食度是有補 兩、兩格左右吧 還可以啦 還可以 那一天都不做事的話 倒是可以吃得 呃吃得飽啦 還是吃得飽 只吃蜂蜜的話還是吃得飽 但是如果你做事扣血的話 應該就吃不飽了 所以一隻蜜蜂 一整天就只能產一瓶的蜂蜜 所以其實蜜蜂的產量還蠻低的 所以這邊就是用以量自駕啦 就是量要多一點 要養多一點蜜蜂 但是這種一格高的呢 塞了很多蜜蜂的話 好像 會沒辦法工作 因為它會被擠出去 好像你看它就擠在那邊 它就沒辦法旋轉工作了 好啦這邊好像 可以嗎 三隻 這小蜜蜂好像被擠出來耶 它擠得出來嗎 好 欸好像 另外只有冒出來的樣子 進得去 欸進...欸進去了耶 小蜜蜂這樣還可以進得去 離這麼遠還進得去啊 不過這樣有點被 卡住了 好 所以這蜂巢要一格寬的話呢 呃... 欸好像還是可以耶 還是可以 然後這邊再旋轉了 雖然剛剛旁邊沒有在旋轉 但是好像也是有踩到花蜜的 只是一個蜂巢可以住三隻蜜蜂啊 現在這是第四隻已經滿了 所以這個應該就是三倍數 如果只有一隻的話 也是一天一罐 那有三隻的話 大概一天就有三罐吧 這個速度呢 要多養一點 那你就可以成為蜂蜜大亨了 好的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告一個段落啦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大家還在等什麼呢 趕快去養蜜蜂吧 掰掰 按讚 再按讚 再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